謝謝今天這麼多位議會的朋友給的意見 當中因為比較多是學生講的意見 所以我想先問學生們 因為我聽到其實你們都是非常同意提升你們的專業水平 也不反對實習期 只不過是反對在你們入學之前不知情的情況下 額外加多年 所以因為這麼多位 或者我問第一位打國同學 如果在現在現有的課程裡 例如五年級 你接下來的暑假 我們多加一些實習 或者安排你們去一些 剛才政府所說的不同部門做 你們都願意多一點時間去換取 我不用額外多年 因為其實你們還有一些在1、2、3年級 是未畢業的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這一點 你們純粹是反對額外多年 或者其他同學想回答也可以 第二位我想問就是趙醫生 其實我也想理解一下 私家醫生是否可以多回公營幫忙呢 人手不夠質素提升 是否只是責任在學生上呢 什麼原因你不去公營做 我也想知道 有什麼可以留給你 請你回來呢 因為現在 政府有三成的牙醫空缺 如果不夠人 不只是在座學生要回去幫忙 你會不會考慮呢 什麼情況下 你會向我們回去 謝謝 還有另外當然要問牙管會 牙管會 李醫生 我想問問是否 只是額外加一年的選擇 可不可以真的在未畢業的學生裡面 現有的課程 他們願意用他們自己 課餘時間 暑假時間 去換取 然後呢 在法例生效之後 那些學生才額外加一年 又行不行呢 是否只有一個選項 就是要畢業了一年 他們願意在 學習時間以外去加 答不完的 麻煩大家可以用書面回覆 其他學生也可以 謝謝 謝謝 郭同學 首先謝謝你的提問 我在這裡 因為我們沒有跟他們談過 我沒有辦法代表他們全部的意見 你試試看 如果是就我個人而言 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很多 其實這幾年來新增的一些 讀書的要求 如果是說合理的情況之下 在暑假裡面再加多一點的實習 而取代了這一年的實習期的話 我相信大部分同學都沒有意見 其他趙醫生和李醫生 你們書面回答 如果你想回答他的問題